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介绍插画的工具 插画的工具主要分为修剪工具 固定工具 还有一些辅助工具 我们先看一下修剪工具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剪刀 那么插画有专门的花剪 这种花剪 它适合于修剪比较硬的木本花材 当然如果普通的剪刀也可以使用 就是修剪木本花材的时候 没有这么好用 第二类工具我们需要一把刀子 这种刀子可能会用来切花泥或者材质 或者修剪一些其他的材料 还有一把普通的剪刀 这种普通的剪刀可能修剪叶片比较方便一些 也可以材质用 这是基本的修剪工具 那么第二类就是固定工具 固定工具 东方的插画大量能用的是这样的剪删 所谓剪删它是牵制的就非常重 当然这种剪删 适合放在一个浅盘里面 我们看一下 剪删放在水盘里面 水要没过剪删的顶部 这样花材插进去以后 它第一可以固定 第二这个花材的基部能够吸水 一定要保证水面要盖过剪删的表面 使花材的基部能够吸到水 所以这样用剪删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花材按照我们的需求 可以任意的造型 摆放在不同的角度 所以这是东方的插画工具 那么剪删它有不同的大小 有不同的形状 这个都是适合于就是我们使用不同的容器 大小的容器 比方说这么小的一个小花盆 当然了我们可能就需要用这种微型的剪删 那么如果插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作品的话 可能就需要这种特别重的剪删 所以剪删一般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 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说 开始可能就准备一个这样的中等容量的剪删就可以了 那么除了剪删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工具 像这种也是牵制的 当然它可以固定 同时它也比较软 但是这种固定的工具 它适合放在花瓶里面 因为这个瓶子比较深 所以不能用剪删 所以把这个放在花瓶里面 也可以用来固定花材 当然瓶子的插花 它有各种固定的工具 以后我们会专门来介绍 西方的插花更多的是用花泥 这个花泥开始买来的时候是非常轻的 然后我们开始使用的时候 让它吸水 吸水的时候 让它自然的泡在水里面 它就会自然吸水 然后沉着水底下去 那么这样的话它就能吸水 花泥和剑山不同 这是一次性的工具 因为我们插上以后 它的一次性插完以后就不能恢复了 这样插好了 当然我们把这个花拿出来以后 你看它就留下了一个窟窿眼 所以这是一次性的使用的工具 使用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根据它的大小 根据花旗的大小 给它裁到合适的大小 这个可以用刀子 也可以用这样的细铁丝 我们这样看一下 这个花泥它就已经吸足水了 如果没有吸足水的话 中间可能是空的 是干的 那么如果是干的的话 花材插进去以后 它就会反而把花材里面的水分吸收走 这样的话 反而会加速这个花材的凋谢和死亡 所以这是花泥 使用的时候 一般要注意 就是一个是它的一次性使用 它可能容易破损 那么我们插的时候 就要小心想好了再往里头插 不要插了插去 它可能就是满身都是窟窿眼 比如刚才插完这个 觉得不合适 然后再插一个 又不合适 然后又拔出来 就两个空了一样了 所以这一定要想好了 怎么样 插在什么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插的时候 不要插得太深 如果插得太深的话 就会互相影响 你比方说我们观看一下 如果插得太深的话 它里面可能就会互相交叉 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它的稳定性 第三类工具就是一些辅助性的工具 比方说刚才我们已经使用了这种铁丝 当然铁丝有各种型号 有粗的有细的 它的作用一个是来绑花材 以后我们也会介绍 就是如果我们的花材比较细 两个要交接在一起的话 用这样的 用这个铁丝就可以这样绑一下 还有的扑助工具是这样的胶布 这个也是它有点粘性 那么如果用铁丝绑了花材以后 把它固定在外面 可以完成保水 同时也颜色比较合适 第三类辅助工具 可能是这样的水壶 你比方说我们要插着这个瓶子的插花 去水的时候可能会方便一点 这水壶 还有一些小辅助工具 比方说建山里面的 这样固定建山和修复建山的 这样的一个小工具 比方说我们的建山 如果使用时间长的话 它的钉子可能会有些松动或者歪了 那用这个工具 就可以把那钉子把它复原 就起这个作用 但一般建山使用的寿命特别长 可能如果维护得好的话 反正至少20多年30年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建山和花泥的不同 那么我们有了这些基本的工具 基本上就可以插花了 对初学者来说 我建议我们至少要有一把剪刀 最好是花碱 当然不一定是日本的花碱 可能国内生产的也可以 然后需要一个中型的建山 像这样的型号就行 然后后来我们一会儿会介绍 我们会备一个中型的容器 那么就可以插花了 去看 感谢观看